驾驶员对这个飞机是不是能够操控 完全可以操控 但是它这个操控是非常非常有限 是在飞机的飞控电脑里面的程序 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它才可以对这个飞机 就manover所谓的操控 同时也给了其他的更高一层的 对这个飞机的本身遥控的控制 掌控跟劫持 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在这个Aviation Weekly这个杂志里面解释的 就是说你不要担心 你这个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了 我们再可以把这个飞机再劫持回来 那本身这个维修的作用 我就是觉得是在这个为了保证 可能在这个必要的时候 它的这个遥控的飞行中的讯号 能够顺利的传达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最近呢 这次全世界看起来呢 大事一件一件的发生 而且不停的发生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中呢 讲的就每一个小节来看呢 不是大事 但是你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看呢 就是一件大事 我想你一定听过一句话 这句话有不同方式的阐述 但是基本上 他说是用英文讲的 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这句话是林肯的一句名言 但是他说法和今天我们阐述的方法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节目讲过不少 有关于可能你认为是 Conspiracy Theory的一些节目 就是所谓的阴谋论的节目 这个阴谋论节目播出之后呢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阴谋论 这个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我们自己说呢 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 我们用最可能的 最理性的方式来探讨之后呢 我们所根据我们手边的资料 所下的结论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 做的节目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就几个最新披露出来 大概在一个月以内 披露出来的一些小消息 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的判断没有错 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这就符合了节目一开始 我讲的一句话 你不能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我们把它中文翻译呢 就是说你只能骗人一时 但是你没办法骗人一时 今天呢我们就要谈谈几个 我们曾经谈过的这些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 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这位贵宾呢 他是我们的节目中的 有关于这个阴谋论的 go to person 他的专家 每次有阴谋论的节目呢 他一定会出现 他跟我们讲很多 他所做的观察 跟他的道理 他就是刘铁侠 刘先生我们讲到这儿 就把Dennis请入我们画面之中 Dennis再次说一声 谢谢欢迎 第一个我想谈的是 这个马航的事 跟我们谈谈好不好 是 马航的事情 我现在手边是 今年今年四月 四月初 那就是美国 他远程冻结了 属于白俄罗斯总统的一个专机 一个737 这个报道说 现在这个飞机呢 整个飞机呢 他的飞行系统呢 处于瘫痪状态 另外呢 有几个附加的消息 这是 这也是在四月三号发表的 他说美国政府 给美国波音公司下达命令 命令波音公司呢 要关闭白俄罗斯总统的 这架总统专机的发动机 让这架总统专机 变成一堆废铁 然后跳过一段 他说美国政府通过远程控制呢 像白俄罗斯的这架 总统专机的发动机呢 也说 这架波音737的这个客机呢 现在是在白俄罗斯的境内 但是没有用了 就是编废铁 这件事情呢 让美国家企所生产 制造所有的科技产品 以及操作系统软件上 都留有后门 后门的这件事情呢 更加的彻底暴露 另外还有一只消息 顺便我也提出来 这是在2018年 就是马航这个失踪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马来西亚的前总理呢 他曾经在一次记者会上暗示 有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波音远程超过 这个MH370的事情 但是马来西亚的民航局 否认这件事情 有关于马航 这个370这个事情啊 当然我们讲到 从4月初开始 有陆续的这些新的消息 披露出来 这些披露出来的消息 事实上在我们在谈马航 或者你跟我在谈马航的时候 这些事情你都提起过 但是我当时是半信半疑啊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 看这个节目也是半信半疑 现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吗 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 日新月异 对很多人来说的话 是几乎是好像奇葩匪夷所思的 这个黑科技 但是对很多的专业人士来说的话 这个已经是司空见怪 事实上这些技术 20年以前就有了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 80年代 美国就把所有的民航飞机上 装入了所谓Honeywell的 一个承控系统 就是飞控系统 而这个飞控系统 不仅仅可以有电脑 100%的操控 而且可以有远程 所谓的远程就是remote control 你可以在飞机场上 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飞机之外的一个operation center 或者通过另外一架飞机 都可以对这个飞机进行 讲了好听一点的话 叫进行无限远程的操控 讲了难听一点就是说 可以把它劫持 但为什么说是这个劫持呢 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东东那个时候 曾经有巴勒斯坦这个所谓的游击队 有那个劫持意大利的飞机 发生过好几件事情 那美国呢为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民航的航空的安全 就发明了这个技术 所谓的这个技术呢就是说 它的神奇之处 它可以把飞行中的飞机 如果你被恐怖分子劫持了之后 它可以遥控的 再把这个飞机从恐怖分子手里劫持回来 让它安全地倒落到这个飞机上去 那这个样子的技术最早的透露是在1996年 美国的有一份杂志叫Aviation Week 就是航空周刊 它的封面就是这个标题叫 Seamless Flight Seamless S-E-E-M-L-E-S-S Seamless的中文意思就是叫完美无缺的 天衣无缝的 那我就把它暂时翻译成叫天衣无缝的飞行 这里面就是着重介绍的 美国有这样的技术 它的目的就是说是安抚所谓的美国的乘客 你不要担心 你的飞机即使被恐怖分子劫持了 都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飞机再从恐怖分子手里 劫持回来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 这个技术的延伸 就是说远程来操控这个飞机 或者劫持一个飞机 并不是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而是一个驾行救赎 对目前来说的话 已经是一个如火纯青的美国的一个飞行技术 对 那这是所谓的 你讲你讲 你说的那个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钻器 就被美国这个窝趴了 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个技术就是从最简单的这个道理来理解我们今天的技术 只要有芯片就可以遥控 你就想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现在的这个去旅馆 你一张卡 你凭什么开门 你根本没有钥匙 对不对 这张卡就是有这个芯片 而你这个卡里面的芯片跟这个门锁的芯片 它这个code只要对上的话 这个就可以打得通 就是从我们这个叫Laymond Laymond的两个位置 就是我们大脑出的语言 老百姓的语言 老百姓的语言 高声的科技 那么在这个样子的情况的这个延续下的话 就是来解释马航 马航就是毫无疑问的 是被遥控截持 因为美国就是说 除了这个有Honeywell的飞控安全安控系统之外的话 除了这个就是说可以遥控截持 或者说是改变这个飞机航向的话 最最主要波音还有一个叫Bulps system 叫BUAPS BUAPS它Stand for叫Boeing Unmaneuverable Autopilot System 就是波音不可篡改自动飞行系统 在这样这个飞行系统里面 任何的飞机民航飞机 只要是波音飞机 它预先设定的就是两点一线 纽约飞洛杉矶就是纽约飞洛杉矶 它这个飞机是不会飞到任何的第二个地方 你所谓的这个驾驶员根本没有办法改变 以及操控这个飞机 那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就是波音飞机的秘密里面 着重介绍了所谓的今天的民航飞机 全部都是电脑飞行 而不是驾驶员或者是机长在飞行 这样的技术就是说电脑操控的飞机 比能为的操控飞机的安全系数要高上一百倍 一千倍甚至一万倍 他们对这个突发事件的反应 电脑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你能做不到万无一失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有人会问 哎呀你说全部是电脑 那我们还花那么多的钱去训练这个飞行员干什么 那我们的飞机还要飞行员干什么 我们还要冒着这个风险让飞行员 因为很多飞机的实施出了事情的时候 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解释 就是说飞行员 驾驶员 机长出了问题 他把这个自杀家庭出了问题 他把这个飞机坠毁了 与飞机上的人同归于尽 因为这个是人为的因素变成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说一个飞机电脑的问题 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有电脑在飞行的话 很多人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 因为从一个心理上来讲的话 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本身对飞行就有一个天生的恐惧 或者恐高症啊 或者飞行恐惧啊 这个叫Flyphobia 都有这样的恐惧 那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 很多人说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根本不需要飞行员 那么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飞行 一架飞机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的话 没有飞行员的飞机 只有电脑来飞行这架飞机 你敢做吗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虽然是电脑在飞行这个飞机 但是驾驶员一直需要坐在这个驾驶厂里 它起到的作用 第一个是安抚人心 第二个是完善这样一个飞行的一个facility 变成一个facility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飞行设施的一部分 而不是由驾驶员来操控这个飞行 驾驶员对这个飞机 是不是能够操控 完全可以操控 但是它这个操控是非常非常有限 是在飞机的飞控电脑里面的程序 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它才可以对这个飞机 就manover所谓的操控一点点 举个例子来说 当如果飞机在一万两千尺跟一万尺的基础上的话 也许你在这个两千尺的飞行高度里面 驾驶员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授权 可以把飞机控制在一千尺还是一万两千尺之间 但是你出过超过这个范畴 你完全就不可能 那波音这个叫BOPS的System的话 它不仅仅两点一线 就像很多我们就是现在安全的 就是有钱人在这个海上 我以前住在Newport Beach的时候 你最简单的小的游艇 都可以自动设定所谓的这个驾驶的 所谓的这个航线 你把它设定了 从这里到那里的话 它基本上不会改变 你把它这个游艇 用人为的开到别的方向 它自动的还是会回到 你原来就是这个GPS 就是自动航行这样的模式上 这样的轨道上 那飞机也是完全一样 飞机的飞行 根本不是飞机上的飞行员 驾驶员所能够决定 尤其它飞机 你讲你讲 而且尤其这个飞机 就除了这个BOPS两点一线的规定之外 它还规定了就是五个飞行模式 这个五个叫Modes 飞行模式第一个是比如说叫Taxi 在机场上跑道上滑行是一个 起飞是一个模式 然后起飞了之后就是一个巡航叫Cruising Cruising又是一个模式 到了第四个模式就是下降 到最后是Landing 它这个五个模式里面的话 根据天气 根据你的风向 根据这个地面的指示或者什么样的话 地面指示根本不是个飞行员的指示 而是地面把地面的塔台所收集到的气象数据 以及就是航空管制在这个空域里面 所有的飞机的信息传输给飞机上的电脑 而这个飞机上的电脑是会自动做出 我是去哪一个跑道进行降落 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降落 这些完全全部都是事先都设定的 我刚一面听你讲 我有脑子里好多好多问题在怀念 尽管问题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 AI技术的出现 对你刚刚讲的这些scenario 这些状况 会有多大的改变 或者说AI早就被使用在 你刚刚讲的这些scenario 电脑系统里 已经有了 是的 早就有 是的 AI系统事实上 AI只不过所谓的这个人工 技术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AI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事实上也是电脑的另外一种模式来表现 电脑里面的这个software的 对这个承控的这个需求 就是说system control 这个control里面 本身就是把AI的所谓的功效 已经融入进去了 那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 要强调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为了这个事情 我曾经发推 曾经在微信上 也表达过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当时台湾有两架 所谓的那个复兴航空 一架在盆湖出事了之后 第二架就是起飞了 马上就掉下来了 因为两个引擎都死机 所以造成了这个飞机 在起飞的爬行的时候 需要最大动力的时候 它就是失去动力了 它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当时马上就有一个华航的飞行员 我不讲是谁 我不讲是他的名字 就对这个记者就说了 他说一定是 因为他有这个credibility 他有所谓的这个资格 他是飞行员 他就说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造成了飞机的失事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你要有一点良心 你不能给一个造成伤害的一个家庭 他一个飞行员已经遇难 你给他的家庭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飞机 我说全部是电脑飞行 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飞行员的话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不会不明白 就是说这个是业内人士的共识 飞机完全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